从18岁入伍当兵 到如今刘豫杰已参军14年 回忆过去的军旅生涯 这个已入儿立之年的老兵 脸上满满的自豪感 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近日在武警湖北省总队黄刚支队 刘豫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军营故事 参军14年 刘豫杰春节里只回过一次家 洗浴的时间 当万家团圆时 他都是在少尉上迎来了新年 我在麻省的时候 我看到整个市里面 当时零点的时候 突然洋花都起来的时候 特别漂亮 我说在农村还没有站得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少楼都比较高 有个三层楼这么高 我说真的在家体会不到 除夕的跨年少 对于刘豫杰来说 是一个幸福的过程 看着万家灯火闪亮 和城市上空生腾的烟花 他说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尽管刘豫杰已经习惯了过年不回家的生活 但一次在看春晚小品时 讲到春节不能回家的群体 好多年不掉眼泪的刘豫杰 抱着院子里张树哭了起来 当时的印象为什么会哭呢 觉得还是好多年没回过家了 突然有一种那种感觉来了 然后也突然想爸妈了 那个时候心一下子就软了 但是哭过以后 一会儿的时间就调整过来了 然后我自己感觉到 是不是成熟了 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能挺事的 在部队的14年里 刘豫杰经历了多个岗位 从文书 通信员 到代理排长 私务长 再到现在的应急班战斗员 不同岗位的历练 让他成为战士眼中的多面手 除了军营岗位上的工作 刘豫杰还多次参加抗洪抢险 森林灭火等救灾行动 我当时去救人的时候 我跟我们队长是这样说的 我说我会游泳 让我第一个下去试一试吧 其实我当时已经有感觉 这下去恐怕是上不来的 但是我们战友都说 还是让我来吧 我应该水性比他还好一点 我们都争着往前 要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种方案 也被我们队长否决了 危机关头军人冲锋在前 成为灾害面前的逆行者 问起这样的场合有没有害怕过 这个事情必须要往上冲 刘豫杰回答得很干脆 他说这些年的军旅生涯 给了自己足够的勇气 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救人了 然后我觉得在我军旅生涯之中 我可以给别人说我当兵 在什么时候发洪水的时候 我救过一次人 这是我当兵生涯里面 是非常珍贵的 我回去以后 别人说你当兵都干了啥 我就给别人讲 别人说确实是当兵 才能够有这个勇气 春节站岗直勤 在海冲锋在前 这是刘豫杰过去这些年里 最常经历的场景 回忆起这些画面 眼前的老兵 言谈举止间都透着自豪感 从青松少年到如今的部队标兵 14年间 刘豫杰在书写一段士兵成长史时 也悄然经历了一场人生的蛻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